一、小心中暑,高温时段少出门,高温天,首要任务就是防暑降温,长时间在高温高湿天气下工作者,一旦出现大汗淋漓,神智恍惚的症状,可能就是中暑先兆。 除了令日扑晒外,工作强度大,睡眠不足,过度疲劳等,也亦成为伏天中暑的常见原因。 根据轻重程度,中暑分为热静腕、热栓结和热射病三种,其中,热静腕症状最轻,主要表现为四肢肌肉的静腕,热栓结较为严重,表现为头晕、恶心、呕吐、失落无力等,如不及时处理可发展为热射病。 热射病最为严重,表现为意识模糊,豁岛、头晕和颠前,还会伴随着颈肉静腕、昏迷、哮喘、血压升高、呼吸水节等病症,不及时有生命危险,近几年,每逢剩下,都会出现几例热射病致命的案例。 而长期户外工作者,集体质较差的老人、小孩,产夫更容易患病,这是需要严防的高温杀手。 因此,三副贴应尽量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的高温时间段出门,不要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。 户外工作者,尤其要注意高温防晒工作。 即使补充水分,注意劳逸结合,外出可提前准备一些如清凉油、风油精、薄荷冰等降温药品。 一旦发现中暑者,首先应将其迅速脱离高温环境,移植通风好的阴凉处,让其躺下休息,并将身体喷洒凉水降温,或用冷毛巾覆其头部,颈部等处降温,为以哈汤或电血制的饮料,对病情为重或精适当处理无好转者,应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,将其送接受。 二,注意防寒,空调温度别太低,皮肤凑理开泄,你胆着凉也更容易含气入体。 而福天酷热高温,人们多喜喝冷饮,洗冷水澡,爱吹空调等阔度摊凉行为,导致外湿入内,反会引起脾胃生姜失调,造成消化功能障碍,引起食欲不振等问题。 因此,福天若怕热,可以喝常温的凉开水,朴素养身,养成洗热水澡的习惯,可以去试血。 空调开26度最为合适,两三个小时后需要开窗透气。 此外,夏日不少人喜欢试用或饮用冰镇的食物及饮品,如冰淇淋、冰西瓜、冰啤酒等。 然而过度防暑降温,而贪量洗冷,不定遏制了阳气的喧发,耗伤阳气阴寒内肾,导致鼻塞、头痛、乏力等空调病的发生。 而且,大量食用冰镇食物,亦容易损伤脾痒,引起腹痛、腹泻等临床症状,尤其对脾胃虚含者而言更是如此。 三,合理饮食,是等吃裤条脾胃,俗话说都吃萝卜,夏吃浆,入浮后是吃浆的最佳时机。 夏天人体阳气外怨,体内阳气空虚,温热的姜汤接能补体内阳气之需饮温中,又能借助阳气发散排毒。 三浮天,很多人就会受到苦下的困扰,口袋发胃,食欲不振,因此,开胃是夏季养生的重点。 专家建议,夏天可以适当吃点苦类食物,如苦瓜、苦菜、苦荞麦、莲子、鲜鲜百合等,这些食物能够刺激胆汁、肋液分泌、增进食欲,帮助消化吸收,起到解热吃薯、健脾胎为功效。 其中含有的生物碱,还具有刺激中枢神经时期兴奋,提高精神活力、增强肌肉收缩和促进代谢的作用。 能加快疲劳消除,不过苦味食物要性偏寒,适用太多对身体不好。 特别是老人和小孩,体质较差,脾胃需寒者不宜多吃。 中医认为鼠臂斜施,下劲容易属食交困。 对于脾虚者,可通过健脾养胃,义气滋衣,消除化湿的饮食原则。 选用冬瓜、丝瓜、斑鞋、黄瓜、西瓜、芹菜、葡萄、血梨等新鲜果蔬。 适当增加冬瓜汤、莲子汤、和叶粥、绿豆粥、山药粥、逸米粥等汤粥类,利于消克生金,结束趋失。 不过很需要提醒的是,绿豆汤千万不能当水盒,绿豆性含,体质较弱者不能过多饮用。 天气酷热,出汗较多,容易耗气伤婴,因此,意气阳阴的食物如山药、大枣、蜂蜜、莲藕、木耳都是不错的选择。 此外,鸡鸭肉、手猪肉的平性或良性的肉制品,也有子营养胃、健脾补虚的功效。 四,规律作息,晚睡早起午午觉,晚睡并不是提倡大家在夏季熬夜,而是要求人们顺应夏季昼夜变化的特点暗示作息。 最好在晚上11点之前睡觉,中医认为春生夏长,到了夏天,如果经常睡懒觉,就违背了人体洋气的季节变化规律,不仅得不到休息,反而觉得更疲乏。 所以,夏季早上六七点洗肠比较好,午睡有利于继续平衡,能补充体力。 即高下午的工作效率,午睡时间不宜过长,以30到60分钟为宜,午睡时间过长,中枢神经会加深抑制。 老那些流量相对减少会减慢代谢过程,导致醒来后,周身不舒服而更加扩倦,还会干少夜间睡眠。 5. 制度运动 锻炼身体量力行,人们常说的下链三幅,并不是让大家不分时间、地点、情况的去锻炼。 夏天人体能量消耗大,跑步、打球、爬山等锻炼方式,必须量力而行。 最好进行一些轻运动,机体能消耗少,技术要求低,时间要求松的运动养生方式,既能起到锻炼效果,又不至于出现不适。 三幅天适合一半小时的运动量为宜,快步走、瑜伽、精气操、太极拳、跳跤衣舞都是不错的轻运动。 运动最好安排在凉爽的早晨或傍晚,运动时注意少量多次的补水。 当室外气温超过32度,空气湿度超过60时,最好选择在凉爽的室内运动。 6. 吃药禁忌 不要乱服抗鼠药,每到三服天。 互相挣汽水就成为家庭必备的万能药。 多数人在有感冒、中暑、腹泻、头晕、头痛等症状时,都会选择喝荷香挣汽水来缓解不适。 荷香挣汽水不是万能药,它不适合吃阳鼠,但是可以致吃鼠和阴鼠。 此外,老人、孕妇、婴幼儿,都不适合喝荷香挣汽水。 其余多种抗鼠药也只能缓解轻度中暑症状,中暑后阴险物理降温在吃药。 注意遵守每种测数药的禁忌,切勿胡乱服用。 中,重度重数应及时就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idän温暖水来讲解. 明昴归宫肠员也身的轻薄你宿轻的荷香挣汽水。